大家好 我是東京走橋的鮑伯 今天要帶大家體驗沖繩特有的魅力 泡聖酒 那首先歡迎特別的Hester 嗨 大家好 我是Hester 是喜歡小佐的東京載助女子 今天由我跟鮑伯一起來體驗沖繩泡聖酒的魅力 哇 好期待啊 耶耶耶耶耶 哇 看到今天拍攝的安丁的裝潢 就可以感受到沖繩的氣氛了吧 說到沖繩你會想到什麼呢 我會想到海灘 然後沖繩料理還有我們身上穿的衣服 阿里由西 我的話呢 我會想到風師爺 還有今天的主角泡聖酒 那你有去過沖繩旅遊嗎 有喝過泡聖酒嗎 當然有啊 我去過沖繩三四次 然後去沖繩當然一定要喝泡聖酒啊 哇 羨慕耶 我好像還沒去過沖繩耶 真的假的 下一次啊 你一定要給我去沖繩拍 一起沖繩走著瞧 明天馬上就去 那我們在開動之前先來玩個小遊戲好了 由於我們今天也好好的介紹泡聖的歷史跟特色 那又怕大家覺得在上課 所以呢 就把台詞分成四段來玩男生女生配 喔 那舒德恩就要負責用旁白的方式配音 那我們會在吃飯的過程呢 分四次進行遊戲 OK OK GO 哇 哇 這苦瓜真的超好吃的 但是呢 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要黑白菜 黑白菜 來 攝影生 嘿 誤輸了 好啦 首先來介紹泡聖的歷史跟它的特徵 泡聖是日本最古老的蒸柳酒 與日本的清酒和燒酒一起作為日本的國酒 已經有五百多年的歷史喔 它是日本沖繩縣唯一一種使用在來米所製成的酒 它的特徵呢就是使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黑米雛菌所製成的喔 據說泡聖酒是非常適合料理的酒 那我們先來試喝一下吧 那有幾種不同的喝法 比方說有水割 水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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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我們就來第二次的黑白菜啦 黑白菜 男生你真黑 哎呀 哎呀 輸了輸了輸 好 那就讓我講旁白吧 存放熟成三年以上的泡聖呢 被稱之為古酒 口感柔和圓潤不刺激 所以說泡聖是十三世紀初期 從九月蒸餾技術發展中的 中國福建省以及東南亞 傳到琉球 然後現在是我的沖繩縣喔 那泡聖的口感很清爽 除了沖繩料理以外 稍微皮油膩一點的料理也很搭喔 好啦我們現在是什麼 第三次黑白菜 第三輪黑白菜啦 黑白菜 男生你真黑 哈哈 哈哈哈哈 又是你啦 好啦 從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 泡聖被用作對 中國以及亞洲國家貿易的禮物 以及贈送給江戶牧主的禮物喔 泡聖酒的酒精濃度多為三十度上下 沖繩的人呢 一般會兌水或兌蘇打水來喝 那泡聖酒是屬於蒸餘酒 不會有其他的糖質或蛋白質 與其他釀造的酒相比卡路雷也比較低喔 那飲用後體內所產生的血纖維蛋白融莓 也會比其他的酒雷還要多 可以降低血栓形成的風險 因此適量飲用泡聖酒對身體而是諸多益處喔 好啦 繼續的最後一場 第四場黑白菜啦 黑白菜 男生女生 好啦 由我講旁白 所以目前呢 共有四十七家泡聖酒廠 在沖繩本島上的二十七家 和在泥島上的二十家喔 好啦 那我們沖繩料理吃得很飽了 讓我們來遵循日本的習慣 前往二次會吧 走啊 耶 二次會就等同於台灣的旭團 在日本聚餐玩二次會其實還蠻常見的喔 那我們既然來到了酒吧 當然要繼續喝喔 泡聖酒除了我們剛剛介紹的喝法之外 其實還有雞尾酒 以及洛古的喝法喔 乾杯 我的這裡面啊 它有水蜜桃 鳳梨 還有葡萄柚 等就是做成的一個雞尾酒 有點酸酸甜甜的感覺 很像那種少女戀愛般的滋味 很好喝耶 那我呢就是芒果還有櫻桃 然後還有就是加了一點糖醬 那就是如果不喜歡沖繩酒那麼濃的話 就喝這個的話會比較清爽 甜甜的很好喝喔 以上就是這次沖繩泡聖酒的介紹 在我們的文字說明區會有購買的連結 如果看完覺得很想喝喝看的朋友 可以點擊去購買喔 那我們下一集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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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聖酒 falou 感谢观看